鐵工廠門外出現好幾名男子 有人站著 有人蹲下 這群人不是員工 老闆指控他們堵在門口 不讓員工進出 是要來向工廠老闆的兒子討債 從工廠監視器可以看到 這群男子123456 總共6個人 工廠老闆說 他們守在工廠門口 而且天天都來站崗討債 兒子一度受不了壓力 想不開 還好被發現得早 救護人員繼續到場 將他抬上救護車 急救救回移民 我看到人就到處講 拿個紙條 就說我欠他錢 現在搞的公司 已經就是要倒了 鬼門關前走一遭 獲救的廖先生表示 他被人逼債 差點家破人亡 但是比債務 卻不是他欠下的 原來廖先生 之前和他的一位朋友 洪先生合股開公司 但因為寄欠債務 朋友拿了他自己的本票 給廖先生 要他去外面借錢周轉 結果沒多久 紅系男子就因為跳票落跑 債主要不到錢 找上廖先生 除了逼他扛下 上百萬的債務 重簽本票 還有人盯上他爸爸 跑到鐵工廠 要他的父親變賣器具 被逼債 差點走上絕路 廖先生質疑 自己明明是幫人出面周轉 難道他也得付連帶責任嗎 律師表示民眾受人委託拿本票借錢 為了確保安全 最好請委託人寫一份委託書 證明債務與自身無關 才能達到保護作用 也可以避免像廖先生這樣 被他人債務牽累 害自己差點賠上生命的例子 再度發生 記者不夠真誠 陳昭虎告訴我